朋友们好 我现在晚上12点 我们今天又是半夜去港海 主要是因为晚上凉快 要不然 不会选择晚上去港海的 晚上的话太疲惫了 感觉在熬闷的那种 哇这个蜘蛛得有二两 谈你 不错啊 来了上货了 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螃蟹洞 哇洞好宽敞 往这边走 还好是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的话 就是红树树根范围的 就不能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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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就这么大 二两 第一个洞跑这么大二两线 母线 勉强开门 开门红 给新朋友介绍一下 这里都是废弃养殖场 因为有几千亩在拆迁 这里一个青鞋洞 好大好大 并且痕迹很明显 这是个大青鞋的洞 特别大 开工 大螃蟹 好多编织带 养殖场又来堵 冲落水 他装泥巴 在杂火边上 他堵漏水 在伞织带 计划 这个 安全堆 到了 到 到 到 今天晚上第一只大的 来了 好像也不是特别大 半斤左右 就这一个 半斤 洞挖的挺深的 挖的一米多 深耕半夜 看一下缸里面有什么 啊 哦 哈哈哈哈 没看清 这么大一堆新鲜的土 这个抓印 哦呦 这不像螃蟹啊 是个很这样勾的 又有点像螃蟹 洞很大 这个才是大螃蟹的洞 搞一搞咯 这个洞必须得做好干大工程的提换 螃蟹大哦 螃蟹大 这种挨着养殖场的边上走的洞 很多都是通到里面去的 我看到螃蟹脚了 你看螃蟹脚 他爬出来了 在哪 爬出来了 我洗个铲子 他自头挪完了 脱箱了 我要不要接受你的脱箱 你是不是还有媳妇在家里 老师交代 还有一个钩子绳 好吧 我接受你的脱箱 嘿嘿嘿 四两吧 现在这个洞真漂亮 看着这样动吗 看着就 看着就要开始挖了 角度有点不好操作 但是我会在那边 从这里套个洞 套下去 有可能还靠不 来吧 初天窗 通了吗 通了吗 通了 通了 会不会从那边跑出来 我来看一下 在那边 我这定位 六不六 定位六不六 六六六六 这个洞也大 我没想到我定位 在马车这么短 常规超速 我直接钉到他脑袋 刮上面那块石头上去了 这技术 我自己都佩服 不高点腹也可惜了 小朋友一只 今天抓的也有一点多 不要了 这个洞的痕迹最明显 来吧 好难得碰到一个 洞在这么宽敞的位置 螃蟹洞一般 他都喜欢在哪个边边角落 有草的 或者有石头的地方 像这种直接在这个 光秃秃的地方 很少见 洞完这边走 简简单单搞一只 一只产太多了 一只产太多了 过去 你大爷的 这里的蟹洞18弯 还有夹风叉 往那边走 那不是遗嘴吗 没经验的真的是挖到头了 好像结树栽 对 在软 Road 这些鼻子部 弯刀子了 螃蟹还没抓到 BBQ了 还好我们带了两把铲子 到了 哎呀好难搞啊这只 上货 上货 哎呀大概个七两左右吧 还行啊 差点把包包夹倒了 猩猩回家抓太多吃不完了 吃不完吃不完 上下我们昨天晚上说 昨晚回来没有看 跳跳鱼 死了 基本上都快死关了 剩下的都饿瘦 我真不知道他一夜之间 他可以瘦的这么多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加关注 我们下次见拜拜